蝙蝠 地球上唯一可以飞行的哺乳动物 也是唯一头朝下倒挂着睡觉的动物 不是为了装酷 也不是为了耍帅 人家是真的没有办法 一切只是为了生存 只是大哥 你们不会脑冲血吗 倒挂睡觉 蝙蝠之所以喜欢倒挂着睡觉 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脚太小 小到你都看不到 估计一码都不到 这样的小脚 别说奔跑 连走路都费劲 如果是站着睡觉 一旦遇到危险 其他鸟类能借助脚力 直接起飞 而蝙蝠只能靠前肢 转慢爬行 等着天敌给自己送行 如果倒挂着睡觉 只需要松开小脚 直接就开跑 动物界小雷达 属于夜行性动物的蝙蝠 喜欢白天倒挂睡大觉 晚上活蹦又乱跳 专吃昆虫和小鸟 它们在飞行时 能准确捕捉猎物 何必开障碍物 靠的不是眼睛 而是耳朵和嘴巴 讲究一边慢慢飞 一边叽叽叫 从嘴巴里发出超声波 来避开和捕捉各种物体 人类的雷达 也是根据这样的原理 病毒库 蝙蝠自身携带 超过4000种病毒 是当之无愧的毒网 之所以没把自己给毒死 全靠这一对 每分钟煽动几百次的翅膀 不仅能导致细胞的损伤 激活身体免疫功能 还能提高自身体温 让病毒无法生存 所以没事还是多运动 身体的体温变高了 自身免疫力也提高了 你说是这样吗